消费呈现增长势头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我国南极内陆科考队成功登顶南极冰盖最高点 联合国在加沙学校遭席 以色列总理提出停火条件 以下是详细报道 湖南省以国家批准长珠潭城市群为环境友好型 资源节约型社会综合试验区为契机 按照两行要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招山开发区位于长沙珠州湘潭三世交界处 按说这样一个紧邻湘江 有山有水又交通便利的中心区域 应该很受投资者的青睐 但是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建设场面 招山开发区的负责人说 招山67平方公里范围已经被划为长珠潭城市群的滤芯 这个区域内的森林稻田山水人文要保留原有生态 因此一些项目不得不被婉拒了 按照两行要求一个涵盖旅游休闲会展物流 总投资超过百亿的大项目正在洽谈中 动漫创意中心农耕文化园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两行要求既是新项目的过滤器 又是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的助推器 湖南红太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这几天又喜又忧 忧的是产能不高 产品供不应求 喜的是公司几乎没有太大的投资 年产值就从一个多亿增加到15个亿 平常的说 以前我们只卖母鸡 现在我们既卖母鸡 又卖蛋 程远贵所说的母鸡 是公司原来的主导产品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设备 鸡蛋是太阳能电池片 公司向下游产业扩张的一小步 让企业进入了新能源产业这个大市场 而占用资源少 科技含量高 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新型产业 正是湖南省大力扶持的 刚刚成立半年的香坛电机风能有限公司 已手握41亿的订单 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正在兴起 中联种科并购意大利CRFA 荷宁土机械市场占有率 越为全球第一 2008年 湖南省高金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1135亿元 同比增长35% 全省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破万亿元大关 与此同时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双下降 六大高能耗行业的增速 明显低于全省发展的平均水平 新年一时 各地文化市场消费出现增长势头 行情看好 为了吸引更多读者 这几天来上海成都长春等地书城 联合各大出版社 推出了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 一些大部头书籍 甚至打出了两折的超低折扣 新年里许多前往香港购物的内地游客 除了购买服装珠宝 文化消费的比重也大幅增加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受金融危机影响 武汉深圳昆明等地的经济类图书销量猛增 不少书城的日销量比年前增加了10%左右 对投机方面有更好的一个决定 这个思考 也是帮助我们对现在的财富 有一个比较好的管理 在安徽 河南 辽宁 重庆等地 许多返乡农民工掀起的购书热 也带火了家乡的文化市场 新闻每一天关市数这一块钱 搭到年轻的块钱 假日里听音乐看演出 也成了人们文化消费的热门 贺岁大片也在新年里吹响了集结号 直线攀升的上座率 使一些地方的影院 不得不取消下片计划 或家应场次满足观众需要 现在每天的观影人数 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人左右 每一场上座率可以达到7到8成 7到8成 然后比去年同期 可能会提到20%左右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会议指出 高校毕业生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 我国 解决政策层面和职能范围内的突出问题 创新体制机制 促进科学发展 作为劳务输出大省 湖南在学习实现科学发展宽活动中 开展了10万党员联系帮扶返乡农民工活动 采取一连一或一帮多的形式 为返乡人员服务 吉小兰失去工作后回到家乡邻里 她在政府免费提供的生产车间 办起了针织厂 凭着从沿海学城的成衣加工技术 迅速打开了市场 而劳动保障服务站推荐来的大批返乡技术工人 也成了她广为招募的对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努力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把解决群众就医难问题作为学习实践 开设了一批民族医院和民族医特色专科 今年还启动了专项服品资金 国局专门安排了13.58亿元的专项资金 用于欠发达地区中医院基础设施建设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学习实践活动中 针对管理相对粗放等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大力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和中央国家机关 政府集中采购工作 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2008年9月份以来 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 封存停驶了30%公务用车 引导相关部门采购国产节能环保产品 和国产自主品牌汽车 调低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标准 节约了财政资金 国管局还积极推进管理信息系统 利用内部网络连通各部门各单位 降低了办公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宣教授认为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要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上述单位抓住了工作着力点 增强了工作针对性 创新了体制机制 措施时效果时值得借鉴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正式向国内三家电信运营商 颁发了三G运营牌照 中国移动获得我国提出的3G标准的TDS CDMA牌照 中国联通获得WCDMA牌照 中国电信则是CDMA2000牌照 后两者分别是欧洲和美国提出的技术标准 在3G网络下 手机将具有视频通话 高速上网 手机看电视等多种新功能 中国电信预计将在三到四个月后 开始推出3G业务 首批覆盖城市大约有100个 中国联通表示 争取在今年内推出3G业务 而中国移动的TT网络 已经在北京等10个城市试验商用 到今年6月 TT网络将覆盖所有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式 到2011年 我们将在全国所有的地市 建立TDS CDMA的网络覆盖 2G 3G也使用同样的智慧标准 我国现有的2G手机网络将长期使用 手机用户完全自愿选择 是否使用3G业务 三家运营商的3G网络间能互联互通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用户 不需要更换手机号 就能升级到使用3G 中国联通老用户是否换号的问题 没有最终确定 三重标准下 手机都需要更换成 能够提供视频通话功能的3G手机 今日神华煤制油 百万吨级示范工程试车成功 是我国成为世界上 唯一掌握百万吨级 煤直接液化关键技术的国家 把煤变成油 这是我们国家 从国家的战略安全这个角度 是具有重大的 不可替代的意义 保证国家的战略能源安全 通过这个项目研发出了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煤直接液化工艺和催化剂 大大降低煤液化技术风险 降低项目投资成本 并实现多项煤液化工程 关键装备的国产化 为煤液化技术大规模推广应用 提供技术储备 目前已经在美国等13个国家 申请了专利保护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55分 我国第25次南极科考 内陆冰盖队成功登顶 南极冰盖最高点 我现在是在距离中山站 1250公里的南极冰盖最高点 这次考察队的成功登顶 也是我国南极考察队 第三次登顶南极冰盖最高点 我们计划呢 在从这个8号开始 到这个25号 我们把这站起来 通过冰心钻探 科考人员将获得超过 100万年以上的 南极气候变化记录 另外这里室宁度非常低 是进行天文观测理想的场地 到目前除我国之外 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科学家 从地面到达过冰盖最高点 昆仑站建成之后 将成为南极内陆海拔 最高的科学考察站 并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 做出贡献 本台消息 新华社今天播发文章 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科学发展的坚定决心 各界热议成品有价 8号段 目前188号段 正在广东和上海两地 进行试点放号 并将在春节前 扩大运营3G网络的 八省十市 而中国联通也同时发表声明 对取得3G牌照表示高兴 并将加快3G网络建设速度 我们的主要运营商 那么就从此呢 就有了这个3G牌照 那么能够在新的网络 新的频率的这样一个资源下 开展新的业务 那么对于运营商 被定义产业的发展 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特别强调的 就是在当前这个经济环境下 3G牌照的发放 对于我们这个保增长 促发展 那么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3G牌照的发放 也标志着我国技术人员 自主开发的接口技术 正式走入市场 据了解 2009年到2010年间 将完成3G投资 约2800亿元 这将大大加快 3G服务的质量 3G牌照的发放 对消费者来说 也是一件意识 丰富的3G功能和服务 无疑将为我们 带来一些新的生活方式 北京台报道 3G牌照发放了 这也预示着不久将来 3G就会真正的走进 我们的生活 下面一起来看一看 3G的启动 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什么呢 3G全称为第三代移动通信 较之我们目前普遍 使用的第二代移动通信 3G功能最基本的特色 是实现双方视频通话 依靠高速数据传输 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移动宽带 3G时代 我们的手机能够实现 高速网页浏览 网上视频直播 宽带游戏 视频聊天 电子购物结算 以及远程医疗 就像15年前 当第一代模拟大哥大手机 被换成普遍使用的 GSM CDMA手机时 我们没有料到 手机后来还没有发短信 发彩信的功能 3G时代的到来 必将加速我们 未来生活品质的提高 目前全球近4亿 1500万用户 正在使用3G通讯设备 预计到2010年 将有1.2亿用户 主要依靠手机 收看电视节目 北京台报道 3G手机排放 发放的消息传出之后 市场随即是有了 积极的回应 记者在苏宁电器 联想桥店看到 诺基亚 摩托罗拉 等国内外品牌手机 已经推出了 2009年度的首轮降价 像我们这款 摩托罗拉的 PDA手机1600 原价是3168 现价是2380 这也是我们 降价幅度比较大的一款 3G手机即将上市 消费者对3G手机 究竟了解多少呢 对此记者也做了随机采访 3G听说过 您知道它跟之前 咱们使用的手机 有什么不同吗 考验是上网 速度快吧 其他的没有了解 我感觉就是 上网快吧 就是上网快 可以视频电话 在采访中 许多顾客都表示 如果手机的使用功能增多 科技含量增加 而价格上扬幅度又不大的话 他们都会选择 尝试使用3G手机 据了解 苏宁电器 大中以及中福电讯 都将在近期联手 诺基亚 三星 索尼爱立信 联想等国内外手机巨头 掀起2G手机的 2009年首轮降价 率先为3G开导 北京台报道 好 我们再换一个话题 北京市卫生局6号通报 本市确诊一例 人感染高致病性 禽流感病毒的病例 该患者是在1月5号死亡 昨天下午 北京市卫生局 召开新闻通讯会 就人感染高致病性 禽流感的防治措施 和市民需要注意的问题 做出发布 首先是对患者 所有的密切接触者 包括和他共同生活 护理 居住的这些人 进行严密的监测 那么目前我们通过 流行病学调查 一共是116人 如果在观察过程中间 再没有新发病例 而且北京市也没有再发生 新的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 7天后我们的响应就结束了 卫生局已经对各医疗单位 作出要求 首先要早发现早报告 其次对广大义务工作者 加强相关业务培训 发现疑似病例 要立刻成立专家组 及时进行会诊和技术指导 患者将由北京市急救中心 指派专门的救护车 送往右安医院和地毯医院 两家传染病医院 着重治疗 虽然目前紧急预案 还没有解除 但是市民无需过 重点由中心城 转移到了新城和远郊区 重点构建山区绿坪 平原绿网 城市绿井这三大生态体系 具体来讲 今年本市将计划建设 京包高速公路 京山铁路 S二线 六环路二七等 四条176公里的 生态景观大道 完成绿化面积4.4万亩 在中心城近郊和新城周边 将结合绿化隔离地区 按照以绿为体 临水相依的原则 营造城市绿色景观 同时还将加快实施 通州顺义等新城 万亩兵和森林公园工程 启动小城镇 生态休闲公园建设 推动汉石桥和长沟等 重点湿地的建设 我们再来关注 交通方面的好消息 运筹已久的 轨道交通房山线 将于4月1号正式开工建设 明年12月31号 就可以开始试运营了 那目前11座站名 也已经确定下来 我们看一看 房山区域内 一共设了9座车站 有苏庄大街站 南关站 东阳庄站 大学城站 理工大学站 广阳城站 长阳西站 长阳镇站 和稻田站 丰台区内还设两座车站 分别是世界公园站 和郭公庄站 那据介绍 房山线起点 是设在梁乡城南 长虹西路和苏庄大街的交叉口 终点设在了 丰台的郭公庄站 与地铁9号线衔接 线路全长 大约24.79公里 11座车站当中 有9座是高架站 有2座是地下站 另外 备受关注的昌平地铁 也正式进入了拆迁建设阶段了 这条线路将以13号线的 西二旗站为起点 直通13陵景区 据介绍呢 地铁昌平线的一气工程 全长有21.24公里 是以13号线西二旗站为起点 往北途经回龙贯镇 沙河镇和南绍镇 抵达城南站 沿途一共设7座车站 其中有一座地下站 5座高架站 地面站还有一座 那到2010年底 昌平线一气工程 就可以建成通车了 那么它的二气工程 将是从城东站到13陵景区 全程10公里 全部是地下线 设4座车站 2012年也可以全线通车运营 好了 第一时段的使用资讯 就为您介绍到这 欢迎继续关注 北京您早 好的 谢谢天旭给我们带来的 出行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新闻 节目的开头呢 和大家说 今天我们要详细来说一说 3G手机 自从去年12月31号 国务院宣布 同意工业和信息画部 启动3G牌照发放 3G牌照何时发放 就成为了媒体和民众 关注的焦点 就在大家纷纷猜测的时候 昨天下午 工信部终于将谜题揭开 今天下午两点半 工业和信息画部 向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发放了三张第三代 移动通信牌照 也就是3G牌照 这也标志着 经过了多年的酝酿之后 中国终于进入了3G时代 中国移动获得 TDSCDMA牌照 中国电信获得 CDMA2000牌照 联通获得了 WCDMA牌照 同时去竞争的话 对于这个促进 营商主动的去 创造一个 全新的一个市场的 这个环境 我想会有 非常大的股票作用 在公告发布后 中国移动随即宣布 将进一步推动 以自主创新发展 TDSCDMA为己任 全力做好 TDSCDMA的建设和运营工作 重点推广 3G高速上网 手机电视和视频通话 等典型3G业务 同时正式推出 3G品牌标志 G3和3G专 新疆 黑龙江 安徽等省区 7号的大物天际 给当地的交通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连续降温降雪 已经造成 湖南 湖北 贵州等地的 部分道路积雪结冰 湖南全省34个县市 出现了雨雪冰冻天气 湘西北山区 一度出现暴雪 长张高速公路 积雪厚度达到了10厘米 潭绍 绍淮等 多条高速公路 出现积雪或冰冻 连续降温降雪 造成了湖北星山 实验部分道路结冰 交警部门对部分路段 实行了管制和疏导 7号 新疆 黑龙江 陕西 安徽 贵州等省区 都出现了大雾天气 安徽复阳能见度最低时 只有10米 南落 何怀复 伯复 三条高速 所有支线入口被迫封闭 新疆乌鲁木齐 从6号下午开始 浦江大雾 能见度太低 所有通行车辆 都打开了防务灯 慢慢地通行 中国气象区负责人6号说 从中短期的气候预保来看 近期天气变化相对平稳 今年冬天出现2008年 年初低温雨雪 和冰冻灾害的可能性很小 7号是以色列空袭 加沙地带以来的第12天 以军的军事行动 已经在加沙地带 造成了600余人死亡 和2700余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为了让加沙地带居民 购买生活必需物品 从7号开始 每天下午的1点到4点 以军将停止在加沙地带的 所有军事行动 除非遭到8武装人员的袭击 在6号晚袭击加沙 北部联合国学校之后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 大规模军事行动 暂时演技息鼓 以色列国防军7号上午宣布 将从当天开始 每天停火3个小时 让加沙地带的居民 购买生活必需品 安葬遇难亲友等 停火时间为 每天下午1点到4点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雷格夫证实 应国际社会的呼吁 以色列政府已经同意 为加沙地带难民 建立一个人道主义走廊 允许救援物资 通过指定通道 进入加沙地带 当天一些在有 小麦饲料等物资的卡车 通过卡尔尼检查站 进入加沙地带 不过正当人们 憧憬以巴和平的时候 炮火再次打破了 脆弱的瓶颈 7号上午以色列再次对 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 造成巴勒斯坦人员伤亡 与此同时 哈马斯武装人员当天 再次向以色列境内 发射火箭弹 火箭弹击中以色列 南部城市阿什凯隆 造成部分房屋和汽车受损 7号下午4点左右 以色列军队准时结束了 当天的三小时停火 对加沙地带发动了 一系列的炮击 并恢复了对拉法地区的空袭 据俄塔社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7号说 尽管从本月的1号开始 俄罗斯切断了 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 但该公司仍然在使用 乌克兰境内的管道 向欧盟输送天然气 是乌方截留了这部分天然气 截留的数字 已经达到了8600万立方米 目前至少有17个 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 因俄乌斗气风波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据统计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